一條焦點先來告訴你 宜蘭這名男子真的很誇張 他跟自己的太太吵架 疑似是因為要離婚兩人失和 沒想到這個男子一氣之下 竟然直接把岳父的骨灰潭偷出來 而且偷還不打緊 竟然還直接把這個骨灰潭從橋下給丟上去 他的妻咎發現骨灰潭不見了 馬上報警 現在這名男子必須移送宜蘭地檢署偵辦 男子身穿連帽外套 手持魚扇 鬼鬼祟祟的走進林谷塔 等他離開時手裡多了一潭骨灰潭 因為他來這裡不是來祭拜家人或友人 而是來偷東西 里蘭元山最近竟然發生一起骨灰潭竊道案 原來有名林姓男子這個月7號 想去林谷塔祭拜過世的父親 不過到了現場打開塔未準備拜拜時 卻發現骨灰潭不翼而非 嚇得他趕緊報警 而根據警方調查偷走骨灰潭的人 其實就是死者的陳姓女婿 上個月23號 陳姓男子疑似因為跟妻子吵架 心情不好才會在半夜偷跑進林谷塔 拿走岳父的骨灰潭從上德橋上丟到西床泄糞 而丟棄過程還因為碰撞到護欄 造成骨灰潭破裂骨灰撕散 監視人員到達現場後採證搜索 找出破碎的骨灰潭碎片以及部分遺骨 全案巡額依竊道等罪嫌含送宜蘭地檢署偵辦案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胡宋震 台復 綜合